今天在家做了一款甜甜圈,不用烤箱,做出来口感也非常好吃,喜欢的大家可以试做一下 我们还是先来揉面,碗中放入面粉250克,酵母粉3克,白糖20克,加1克盐,奶粉25克,加入一个鸡蛋加水150克,搅拌成絮状,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再搓成长条,下成等分的小剂子,团成小圆球,再取一个小剂子,擀成牛舌状,挤入豆沙馅,再从一头给它卷起来,做成一个甜甜圈的形状 全部做好,放入蒸屉,饧发至两倍大 饧好了,体积明显变大,表面刷上一层全蛋液,再撒上一层白芝麻,放入蒸屉,上锅蒸熟 锅中烧油,油热放入我们蒸好的甜甜圈,炸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甜甜圈特别的好吃,如果你也喜欢就赶快试做吧,感谢大家的支持